经典越深入 人就越谦卑 不光是谦虚要卑下 事事都是不如人家 人家都比我高 这样子我们才会有进步 我们才很虚心地向佛菩萨求教 这个专精行道非常重要 不管我们大家修哪一个法 像现在我们都是修净土法门的 净土法门方法是什么呢 无量寿经一万多支 我们归纳用两句话就可以了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我们只要真正发菩提心 只想求生西方净土 每天念头都是想阿弥陀佛 不念佛 那就要听经 就要读经 就要拜佛 每天呢 思想都是想这个 不要想那些名利 想那些东西 是让我们的功夫中断 就达不到专精 有的同修呢 他觉得 这个念佛 谁不会念呢 三岁小孩子也会念 八十岁的老人也会念 你们这个法门太简单了 我喜欢复杂一点的 我喜欢多学几样 而且还有一些人 他觉得 我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是研究生 我是博士 我是教授 我怎么可能跟你们在一起 念阿弥陀佛呢 那个阿弥陀佛是 老阿公老婆念的 那这样我的等事 不就跟你们一样 这样走在一起 这样被人家笑话 好了 他是怕人家笑话 可是到后来是谁笑谁 是我们笑他 你看我们去基督世界了 他还在搞轮回 所以众生可怜 这个手之杖太重 那我们也从这个 《往生传》里面 或者是《净土生贤录》 有看到 许多往生的人 他并不是专门念阿弥陀佛的 他修其他法门的 或者他学其他经典的 那他为什么也能够往生呢 这个答案在三倍往生 后面就有讲到 阿弥陀佛心量非常广大 他不是说 你必须要念我 你念我才能够往生 你不念我 我就不接你 佛没有这样子 佛说呢 专心念我 我来接你 你不专心念我 但是你修别的法门 只要肯回向求成西方净土 只要达到功夫成片 事一心 礼仪心 我都来接你 所以我们看呢 佛的心量广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同修 就问了 法师啊 你们都是念阿弥陀佛 可是我念地藏菩萨 念了好多年了 那我去了佛堂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忽然变成了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那怎么办呢 他怎么能够往生呢 他不知不觉就转成了地藏菩萨 我们就跟他说了 没关系 您就专心念地藏菩萨好了 因为他过去生中修地藏法门 很多事嘛 我们大家是修 念佛法门修了很多节 这个习惯嘛 诚挚啊 所以他如果是专修地藏法门的 我们就劝他 没关系 您就专心读地藏菩 专称地藏生好 可是呢 要加一点点 加什么 加回向祭 加呢 回向求生进度 念佛法门不需要 念佛法门被称为呢 不回向法门 因为他念念都是求生进度 所以我们 每天念佛啊 这个跟 阿弥陀佛 跟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真心相应 所以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好好念 最起码 大家要念到功夫成篇 那么初学之人呢 这个读经呢 要多下功夫 尤其是前面的三年到五年 最长五年时间 专选一部经典 您可以从 净土五经一论 选一部您最喜欢的 最适合的 这个经典 每天读 要花很多时间去读 佛号 可以少念 没有问题 所以 初学是以 读经 为主 为什么读经呢 我们大家 这个 打妄想 打习惯 初学人呢 他也进去念佛 他也跟我们一起绕佛 他也拜佛 可是一边绕佛 一边拜佛 他一边在打妄想 他那个妄想 可以跟佛号 匹离 不相上下 但是呢 他这样子往往 觉察不到自己 有妄念在 可是读经 读经呢 就很好 读经 读着读着 他如果打妄想呢 就读错了 所以 初学人呢 多花时间读经 那么读上个几年之后啊 您就把这个时间的调整一下 念佛时间加强 读经 每天读一遍就好了 提醒自己嘛 读经好啊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压制我们的这个妄念 改变我们的妄念 再者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典里面的教诲啊 给记住 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 如果记不住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可能用得上 所以大家呢 不要说啊 临时抱佛脚啊 现在遇到事情了 赶快去图书馆 请一本佛经 放来看看 在哪一个品 在哪一段 看佛怎么讲的 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这个经文呢 要能够随时提得起来 人家一念品题 我们下面经文就出来了 听说在中国大陆 有一个小孩子 他很厉害 他读这个老子道德经 这是道教的经典 五千多字 我们呢 如果能够把它从头到尾背下来 那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个小朋友的记忆力啊 特好 他怎么背啊 他不是顺着背 他居然能够倒着背 道背如有 他真的做得到 那哪一位大德 现在能够把无量手精 从后面往前面背的呢 我们好像还做不到 这个小朋友记忆力特好 所以说 如果你有小孩子呢 他年龄很小 一定要利用他那个黄金时段 人在十三岁之前 记忆力是最强的 要培养小孩子呢 背经典 儒家 道家 佛家的经典 尽量让他去背 修定嘛 所以我们看古人呢 年龄很小 但是看起来非常稳重 不像现在 现在一些人呢 到了二十岁 三十岁 看起来还是毛毛躁躁的 心浮气躁 我们看到一则消息 在澳洲呢 有一些老板呢 他们觉得找员工很难啊 而且他们不想找呢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请他们来上班 现在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 很多国家这个失业率是很高的 那么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所以说老板其实找员工 人是很多嘛 他只要登个广告 很多人都来了 那为什么老板还说 找不到适合的员工呢 他为什么不想聘请那些 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呢 这文准响当当的 一看名牌大学 老板就说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不懂规矩 不懂得做人 不懂得尊重老板 不懂得尊重经理 跟工友 而且呢 上班的时候闲聊 你看 所以说地址规 要不要大力推广啊 要啊